山西是畜产一种酒叫粉酒 对因为在以前古诗里边就提到过这个粉酒 说借问酒家河醋有 孟普瑶指杏花村 杏花村就是在我们山西的粉养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那个酒就是山西非常有名的一种酒 那么当然这个铜和这个两个字是相同的 毒液也是相同的 这条河就叫粉盒 但是这儿的水并不是用来酿造粉酒的水 因为粉酒呢它那边所要到主要是用山西当地独特的那个泉水为作 像这个地方的水呢我们说白了讲就是黄河水 当然应该这个去河南 河南的话呢我们在龙门那边应该还不是黄河 但是如果说有走其他的一些桥的话 也会有路过那种什么黄河大桥 对然后呢像黄河来讲在山西也有流津 在山西的长度可以达到900多公里这样子 956公里 那么同时这个水呢就是从黄河引过来的水 因为当山西呢是比较缺水的一个地方 我们这里的话呢年平均降雨量大概是在400到450毫米之间这样子 降雨量特别的少啊 虽然说是集中在七八月子 但是呢这个下雨的时候呢 比如说隔个一个星期或者十天半个月才会有那么一场雨 而且降的雨都不是很大 一来就是地下水 像太原市老百姓喝的水呢都是以地下水为主 另外呢像一些工业方面的用水就是这个黄河水 也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山西省政府就已经把这个黄河水呢引入到山西这边来 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50%的地下水 50%的黄河水是这样子啊 那同时这个河道里边所挂入的水也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现在呢山西这边的一个重点工程就是什么呢 叫避水蓝天工程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儿的天空变得更蓝一些 然后希望我们这儿的水变得更多一些这样子啊 就是我们这两天一路走下来 可能我们去舞台山还能看到有水 因为想当说过舞台山不缺水嘛 然后它有一条河道 然后长年也是有水流的 虽然说水量不是很大吧 但是长年也是有水流 因为那里经常会下雨 也经常会下雪这样子啊 就是雪水雨水流下来之后就留在这个河道当中 像这些河道你看在刚才那一段还有水 这边呢就已经没有了 它还在修 所以说从高坑来俯瞰呢 太原这座城呢 就是